我是少康 歡迎來到TVS少康戰警示 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 許智傑委員 張祺凱委員 英乃健小姐 蘇靖全委員 徐曉雄委員 張祺凱委員 好 那麼 你不去我去 立委規劃 5月16號登太平島 因為蔡英文不去 至少沒有說要去 而且現在找出各種人 有說不要去 其實有些委員 還認為是可以去 但是顯然美國一定有壓力 美國當時給陳水扁有壓力 給馬英九有壓力 所以一般去的是 卸任的時候去 但是美國現在大概壓力很大 所以看起來蔡英文沒有要去 好 那麼宣誓主權仍仍有責 所以馬文堅說 不管蔡英文去不去 我們自己去 那吳釗燮就說 你去什麼 南海戰雲密布 這個時候去不適合 那什麼時候適合呢 我沒有什麼時間適合 因為這些國家都在搶 南海那邊一方面是交通要到 一方面是可能有資源等 你不知道海底有什麼東西 所以都菲律賓也說是他的 越南也是他的 反正大家都在那邊搶 那中國也說他的 這個台灣也說他的 那吳釗燮說 不用去也一樣 太平島自華民國主權 毋庸置疑 所以大家說你應該去宣誓主權 有什麼好宣誓 本來就是我們 那明進說了 有國際部主任李問說 要援手到高風險區 別有巨星 你們這些人 我們自己身身世主 我們還要去 你們不重要 那是蔡英文總統 你們被抓也沒關係 他很重要 說有時候說什麼 萬一老共在飛機 攔截下來 好吧 被錯我們也會關心 那徐國勇我就說 要去就坐船 否則我就看不起你們 有種不要坐飛機 我鄙視你們這些立委 為什麼要坐船呢 才能夠體驗海巡人的辛苦 要不要體會海巡人的辛苦 可以體會 不必要到太平島 在金門附近繞繞就可以了 我也主張立委 就在金門附近繞繞 就知道海巡人的新聞 海巡人也沒有跑到太平島去 乾脆說為了體驗 這個勞苦大眾的辛苦 走路去好了 講些廢話 我覺得這很奇怪 無聊透頂 你知道嗎 游泳去 對啊 說退降立正結說 可能會變成角質線 所以為什麼呢 因為那邊有美濟礁 永暑礁 太平島附近了 不過他說大概 老共是不會去為難他了 應該是不會了 好 那麼當時大家記得嗎 是菲律賓申請南海仲裁 所以把太平島變成一個岩礁 礁岩 反正就是個礁了 它其實不是個礁 它有自然的水 淡水 有淡水其實都有的 我們看一下太平島 總統蔡英文 520卸任在即 但對於登太平島 始終有疑慮 任其尾聲 是去還不去 不去是因為 還沒判到最好時機 但在野立委已等不下去 像是國防委員會 趙偉馬文君 就直接安排 5月16號 組團到太平島考察 並反過頭來質疑 總統不到太平島去 是受到美方壓力 否認有美方壓力 或許是深知 不易成形 如今美國最新民調 蓋洛普也顯示 有41%的美國人 把大陸視為最大敵人 反之對於台灣 77%的人抱持好感 規不得與民主盟友 走得近 也不怕對岸 不開心 小新你對胡遭街的回答 滿意嗎 當然不滿意 我覺得它會引發 很大後續的問題 因為他在回答說 蔡總統為什麼不去的時候 他說是因為 南海情勢很緊張 而且他不是在我的質詢才講 他每一個人的回答 他都是這樣 我很好奇 如果因為南海情勢緊張 所以作為蔡總統不去的理由 如果今天 那金門緊不緊張 以後蔡總統都不去金門了嗎 馬祖離大陸也比較近 如果說馬祖就緊張 也不去馬祖了嗎 台灣兩岸很緊張 那請問蔡總統他要離開嗎 所以這個是我問 台灣緊張到澎湖去 所以我先問他說 是因為緊張不去嗎 他一開始說不是 我說所以不是因為緊張不去 他也不是 那到底是怎樣 自己都說不清楚 反正就是不要去 他們都他們現在的說法是說 因為太平島 當然主權是屬於中華民國 不管去或不去都一樣 可是我問我們的元首 蔡英文總統 他中華民國的領土裡面 有哪個地方沒去過的 就太平島 所以你說你的金門 馬祖 台灣你都會去 可是那太平島呢 再來什麼叫做去或不去都一樣 不一樣的 因為這個是有一個狀況在 就是菲律賓他申請了南海仲裁 所以他說認定說 這個地方不是島 是礁 那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於經濟海域 如果說這個是一個島嶼 我們的經濟海域的範圍比較大 但如果他只是礁的話那抱歉 那就是12海里而已 所以這會影響到 中華民國的主權 在這麼多國家都主張說 南海這個是我們有主權的 但是我們目前中華民國 實質控制的島 就是太平島 這麼好的一個地方 我們不去宣誓主權 難道要讓菲律賓為所欲為嗎 好 那我要講一下 為什麼他們不敢去 主要的原因我個人認為 當然是美國 他們說因為南海情勢緊張 所以蔡總統不能去 可是2022年的時候 美國的副總統賀錦麗 就在離太平島很近的地方 在菲律賓的船艦上面 發表談話 那人家的副總統都不怕危險 美國的副總統都不怕危險 那他的這個 如果你說會被抓 好 假話會被抓 那抓美國副總統不是更大條 所以這根本就是在胡扯一通 所以因為美國挺菲律賓 所以美國不希望我們去太平島 這是大家認為的 但是今天吳釗希也否認 所以我最後再講一下 我們國防外交委員會 5月16號會到太平島去了解 他們的防護概況 要傳遞一個訊息是 和平穩定以及主權 那至於說蔡英文要不要去 那是他自己的決定 我們也沒說 他不敢去我們去 不是 說不管他去或不去 我們都會去 他就跟你講天后不好 飛機飛不去這樣 來 乃姬 你不要以為不會 蔡英文應該去 但我認為他去的可能性極低 有三個很重要的點 第一個 因為就是根據南海仲裁案 2016南海仲裁案 大家都知道 這是那個時候美國 就是慫恿著菲律賓的總統 艾奎諾三世去告的 他的仲裁的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否決大陸的九段線 第二個反對大陸在南海 要求大陸停止在南海的活動 第三個 他反對填海 填礁造島填海造陸 他的理由很妙 他的理由是說 這樣子會破壞海洋生態 而且今天我們的太平島的工程 他這個不是像他們講的 什麼蘇峻碼頭的工程 不是 我們這次的工程 它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我們是進一步的 把太平島軍事化 第一個 我們跑道延長了 大家仔細去看 那個跑道的 這邊尾端的延長的部分 它有一小段 它就是填海造陸了 所以它使得跑道延長之後 有助於我們的C13栋的運輸機 在那邊停降落 所以大家就可以坐運輸機去了 不用坐船 然後第二個 它的深水的碼頭的這邊加寬了 所以我們比較大型的 海巡的船艦 都可以停在那個地方 我們現在因為要避免軍事化的 升高軍事化的這種危險性 所以我們名義上都是屬於 什麼海巡 在那邊束手 但事實上 我們是有陸戰隊在那裡的 而且你一旦有這個C13栋的 運輸機在那邊的話 你就要整補各方面 所以這一次的這個工程 它的意義重大 它是一個太平島軍事化 你在這個時間點上說 蔡英文去的話 不就是連打了美國 三個想想的耳光了嗎 第一個 九段線的問題 因為美國要否認大陸 對於南海的主權的 九段線的主張 所以才會把我們一個 明明就是一個 這是南海裡面 最具有島的性質的太平島 把它說成是礁 你這樣子去了 你就打臉了九段線 第二個 你也打臉了 因為你南海仲裁案 是反對填海造陸的 我們也填海造陸 第三個 我們還軍事化了 所以說大家認為 蔡英文總統有可能 連打美國老爸三個耳光嗎 我覺得可能線很低 主委 你要不要去 主委 我覺得難得 國民黨也這麼支持台灣的主權 國民黨一向都支持台灣主權 如果是 蔡英文去了 我覺得這個許委員講 許委員講這個話 如果蔡英文去了 真的是要收回 國民黨向來 我不是國民黨員 但是我說在這件事 不管是釣魚台 東沙 或者是太平島 難得國民黨這麼強烈 不管是釣魚台 太平島 那我講個例子 其實國民黨的主政的元首 都很主張我們有主權的 假設蔡英文去 中國有任何挑釁的行為 中國不會在這個問題上 有挑釁 沒關係 我們假設 不要說不會 這假設 我們假設他如果去的話 中國有任何挑釁的行為 國民黨也願意跟民進黨 站在一起 譴責 嚴厲譴責中國 抗中保台 我們剛剛要抗中保台 是不是中華民國 是嗎 沒錯 結果不是 不抗中保台 見你們了 怎麼會這樣 中國來台灣這樣子吵來吵去 你們不是都應該抗中保台 都應該請責中國 就是說許委員 包括現在的平時 就是這樣吵也是 哪樣 現在軍機現在繞來繞去的 我們是這麼譴責 我們都認為不應該 我們都說慈母守中心 怎麼沒守住 我們都是怕什麼 那個是巧心事 巧心事年輕一輩的 你們老一輩的沒有人去譴責 那就是說基本上我就想說 主權的問題跟驚嚇的海域的爭議 一碼歸一碼完全是兩回事 蔡英文要不要去 那我要講 如果是像中國有任何挑釁 台灣的行為 國民黨全部都會跟民進黨 站在一起 譴責中國的時候 我可以建議蔡英文也要去 一定會 就是說中國有任何挑釁台灣 包括平常也 其實我們現在都是中國在吵我們 不是我們在吵他們 許委員 在這個問題上面 您可能對這個問題的認知 不夠清楚 就是在有關於我們登太平島的 這件事情上 還有這個對於釣魚台的 這個主權的這個事情上面 大陸跟台灣的立場是一致的 所以說當初馬英九派出 所以當初我們去釣魚台 護漁的時候 大家還記不記得吳敦義 他們那時候去護漁的時候 大陸方面沒有反對的 他們甚至於還有相關的 這個軍艦在旁邊是看 是防止台灣的這個 台灣的海巡被欺負 然後在馬英九登太平島的 這件事情上面 他們講的就是說 有關於這個主權的東西 我們大家是要什麼 共同的來怎麼樣 他們是沒有反對 不是 那個我要補充一下 不是 委員 是您搞錯了 沒有 是針魚 是針對 你搞你的 我搞我的 你不要說你說的 就是對我說的是錯 沒有你的看法 我有的看法 不是 你不能說別人搞錯都是你搞錯 我來說就對了 我來說就對了 不是 委員我一定把話再講清楚 是因為民進黨向來主張 在釣魚台的部分上面的時候 他們不去跟他們爭這個主權 可是在太平島的這個問題上 既然陳水扁總統 都採取實際的行動 要來去登島的話 在太平島的主權上面 是沒有爭議的 我再補充一下 你講一下 我再補充一下 簡單一點 我要出結論 我們說這是台灣的 中國說那是他們的 日本說那是日本的 他跟我們哪有一樣 所以你不要認為用你的角度說 別人不對 其實國際政策上面最有名的 一句話在上面 你在敏感的地方 危險的地方 你更要出現 要不然的話你就變成在菜單上面 你既然認為這個地方是重要的 蔡總統就應該去 今天吳宰是怎麼說 他說經濟無法半飛負航 大家記得馬英九去的時候 美國的那個經濟是有在旁邊 他們戰鬥機是有負航的 剛開始美國是反對馬英九去 馬英九很堅持去的時候 美國還是讓步 還是有半飛 還是有保護你 我覺得蔡英文 這時候應該再好好想一想 以前記得馬英九去了 陳水扁去了 他就更應該去 而且美國到後來應該是會幫忙 本來我認為這一段 一段就過了 既然這麼熱烈 我們下一段再繼續討論 好不好 如果蔡英文登太平島 到底誰得利 來 所有 太平島它的行政其實屬於 高雄市騎進去 太平島是我們高雄的 上面還有有七個戶口在那邊 還有一個副理師在那裡 跟大家報告 現在是陸戰隊 我是當海軍陸戰隊 我們那個時候99師 就是一個營 裡面有三個連在東沙 一個連在南沙 所以這很清楚 後來有一陣子就交給海巡 但是武器裝備全部留下來 最近這一年來 好像覺得氣氛比較不好 所以陸戰隊又回去了 這個是事實 然後我在講一個領導人要不要去 事實上看他自己要去沒有 因為不快去 我們說幾本也沒有 對不對 還有什麼局勢險惡 我跟你講一段 獎金國 大家都很懷念他 1955年大城島要撤退 那個時候老共的機槍就可以掃搜到 他還是去了 整個大城島的最後一個降旗 降完旗 國際降降的再走 1958年823砲戰期間 獎金國那親自到金門領著火炮 自己壓那個美軍援助的 203的口徑的砲 M55的自走砲 那個叫做轟雷計劃 路不一樣一個路去 就看你的領導人 讓我們的守軍 我們陸戰隊如果看到總統來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高興 士氣很高 對 鼓舞士氣 美國每一件事情都想美國 不要想 美國根本隨時準備拋棄你的 不要每天搞來搞去 烏克蘭就快要被拋棄 那個納塔亞有 我看到也要騎上去 所以債夫你蔡英文要不要去 講那些都是有的沒有的 比議黨最愛講說 要維護中華民國主權 維護台灣主權 台灣人不用免怕 都要去 最危險的地方 總統就要去 越要越去 如果剛剛委員舉的例子 在823期間 大臣島撤退期間 都比現在兵凶戰危就多了吧 共軍隨時兵臨城下 那時候蔣經國都在第一線 那現在的情況 難道你這蔡英文的飛機 在這個南海上空 中共軍會把攔截 這樣破江海南島嗎 應該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其實在這邊去也代表說 中華民國對於這邊的主權 包括相關的一些設施 我們是重視的 而且這次花了46億 也是一筆很大的錢 這個投資下去 對於戰略的這種重要性 包括可以去提比較深的這種傳播 對當地的補給 大家都覺得放一口 鬆一口氣 而且更能張起我們對於 這塊土地的主權 所以我覺得說去對中共有利 我不懂是有利什麼 就有利說 這個中共覺得可以在南海 又吝聲事端嗎 阿扁時代也去過 阿扁去過之後 中共大陸對那邊又突然變有利嗎 也沒有 所以我覺得在最後一個任期 有些國家有一個儀式性 比如說這個快卸任的元首總理 會去每個國土境內 東南西北四個角落都去看一看 極東極西極南極北 代表我在這個地方說 曾經做過一些治理 然後看看過去有什麼樣的成績 那這個蔡政府時代花46億 該去看 基本上是這樣 老共現在主張九段線 十段線 從哪裡來 從國民黨當時主張 十一段線來 所以並不是我們是共產黨 替國民黨張目的 是國民黨的主張 當時 那現在他們就 你原來十一段 我們先變九段吧 那美國為什麼不要你去 當然我們可以了解 因為美國他怕你去以後 增加亂度 菲律賓 越南都說那是他的 所以你去增加亂度 但是不能說 剛剛齊凱也講 不是說他們說是他們的 你就不去 你更要去才對 我更要去是我的 將來如果國際在仲裁談判 我有一份 現在國際官不理你 你不去將來老共說是他的 國際談判他在裡面 你去他就是我 所以怎麼會替他 我怎麼 你可以說 美國怕你去以後引起菲律賓 越南抗議 這我都了解 是會的 你不能說是對老共他得什麼力 那我們今天說中華民國有主權 在台灣那是老共得什麼力 老共有什麼力可得 什麼都講老共 而且你們平常都討厭老共 這個時候就是說 都用老共的話來講 這就很奇怪 我一直不解這個道理 智傑剛剛說 國民黨老一代沒有抗議 我就每天抗議 我都不講嗎 我如果當選副總統 我一定跟老共講 你不要或過中線 你又是過中線幹什麼 擾亂我們 怎麼不敢講 當然講 民進黨比較好玩 我補充一下 我先講 民進黨 你們之前在過年前 那時候放出消息 說要去太平島的 是民進黨的立委先發聲 那時候我是民眾黨 我也贊成 因為我那時候講法就是說 陳水扁也去 滿久也去了 那你蔡英文在畢業旅行的時候 去一趟對不對 然後去了那個整個海巡 這個勢氣會是會上來的 更重要的 那個主權那個宣誓是非常重要 所以那時候你們發聲 我們是說好對不對 現在被國民黨發聲 民進黨說北有居心 我是覺得現在應該很 回過頭去看看 這個主權宣誓是很重要的 他其實沒反對啦 對啦 沒有反對啦 沒有反對啦 他剛剛講好 我沒有反對啦 我沒有反對啦 民進黨跟民進黨都可以一起講 那現在台灣是中華民國主權 南太平台是台灣的主權 跟中國一點關係都沒有 OK 我們一起去 本來就是這樣 本來就是我們都完全不屬於中國 完全不屬於中國 完全不屬於中國 這個要講清楚 你剛剛完全不屬於 來 我在這邊正式宣佈 太平島不屬於中國的 完全不屬於中華的民國 好嗎 謝謝 基本上 謝謝邵甘兄這樣子講 中華民國認為那是中華民國的島 所以我們應該去 台獨的至少認真是我們高雄的島 應該去 所以他們應該去 這是高雄的 也危險 也有爭議要去 你才有 要不然你就在菜單上面了 人家點菜 然後把你放在菜單上面 就是說你 太平島是主權的問題 不是治權的問題 所以這個主張沒錯 尤其民進黨一向是很 要爭主權 不是一向要爭主權嗎 要跟中華民國這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國 要跟他這個表示我們 這是我們的主權 不是你的主權嗎 那這最好的例子 這是我們的主權 這是我的 所以我要去 你們其他人都不要來囉嗦 那將來萬一有糾紛說 下面發生死疑 我的人要搶 我也有份 不是你們的 你現在都不講話 到時候連去都不去 到時候你要跟他吵什麼 很奇怪 我們常常很奇怪 就好像你講什麼 就算就是你講的 你講的我才不承認 為什麼 對不對 你講的 你說我是 你是我的 我告訴你 我還認為 你認為我是你的 我還認為你是我的 吵架本來就是這樣子 你說我是你的 我就不說你是我的 然後將來 你還真的變他的 你是說我是你的 我告訴你 亂講 你是我的 不是 就是這樣子 而且我是我的 你是我的 馬英九就很堅持要去 馬英九本來美國是反對的 馬英九去的時候 美國那個戰鬥機 還是有扮飛的 還是保護大安全 就不要管美國戰區 扮不扮飛 重點就是蔡英文該去就要去 現在吳昇現在說沒有扮飛 他就是不敢去 美國會 他就是不敢去 我講的是說 譬如說臺灣地區 大陸地區 很多人就講這笑話 國際都認為 大陸哪是屬於你的 他怎麼認為臺灣是他的 當你認為臺灣是你的 我就認為大陸是我的 怎樣 那如果你說真的嗎 你認為為什麼我是你的 那你是我的 我還比你先早 我中華民國比中華民國還早 早38年成立的 為什麼我是你的 這都要吵架來吵 誰怕誰 好不好 我們要吵架來吵架 我們要吵架去 我們的 陸總統先是主權 兩個吊客到大陸去了 被漂流 釣個魚 做個什麼那種爛船 砰砰那個船 那個很小船 風浪一大大概不行了 本來是要還我們 什麼波波船 波特船 本來是要還我們 現在不還了 然後中間說發覺有個中式 原來是疑似有軍人 像這種事情 你就講 我們的問題是說 你就不講 你知道嗎 你不講就麻煩 告訴你就是一個軍人 他沒有什麼牽涉到機密 他只是休假 軍人也可以娛樂 對不對 他要去釣魚 我在想說在島旁邊 有什麼事情可做 就釣魚 某個朋友當兵翻到 那種很小很小的島 他說每天就那釣魚 每天釣魚就沒事幹 所以我說我們去看海 我說不要看海 我已經看了兩年海 我看什麼海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就明講 都不講 好像一副人家不會知道 結果人家知道 所以本來要教你也不教 那現在就稱為兩個問題 第二是軍人 當事人的問題 軍人要不要教你一個中式 他說不來刺探軍情 他為什麼過來 你們有什麼神秘稀稀 都不告訴我們他是軍人 這要交給誰 老公現在就不想交給你官方 對不對 那你又派了海巡 官方全都不想交給你 民進黨處心距離想 我就是不承認九二共識 你還是得跟我坐下來談 你還是官方跟我接觸 老公就不肯 他就是不肯跟你官方接觸 不跟你坐下來談 那現在再拖下去 那怎麼辦 現在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真的是這樣子 好 我們繼續待在會 是不是說face 這的時候 出事 受冤 就好了 第二 2 eff